今天是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 正月初十 内地的假期应该是结束了 大家陆陆续续开始开工了 小编在这里祝大家开工大吉 对于周深而言 今天同样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最新一期的腾讯音乐游泥榜公布了 周深的新歌小美满拿到了周榜冠军 这是周深在今年拿到的第一首冠军单曲 同时周深也再一次更新了游泥榜的历史记录 以拥有31首冠军单曲成为了游泥榜夺冠单曲最多歌手 同时还以获得49次夺冠次数成为游泥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 恭喜周深喜获好成绩 另外这首小美满还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 拿下了传播度套不完 更开心的是 本周游泥榜的实时榜 该歌曲依旧是领袍榜单 喜欢制作歌曲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继续助力 冲击二连冠也是很有可能的 期待一下 另外在最新一期的游泥榜公布之后 腾讯音乐游泥榜还公布了 游泥榜档期再榜最久歌曲TOPTAN 目前再榜歌曲只剩下三首歌曲超过一年 其中周深的13冠歌曲花开万忧 以76周的成绩成为再榜歌曲再榜最久的歌曲 再次恭喜周深 说到歌曲 两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可梦正式发布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宝可梦25周年 衍生的纪念曲 该歌曲已经发布 就在内地的11个音乐榜单上 获得了日榜冠军 非常好听的中国风歌曲 推荐给所有人 到目前周深的综艺节目都已经完结了 不知道大家对周深新的一年有哪些期待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记得更新